彭于眼这日现身海南三亚出席一个品牌活动 有灵死角男神之称的他 上个月就刚刚踏入了41岁 依然是这么英俊有型 一出场就令到全场的粉丝不断尖叫 而再次来到三亚的彭于眼 也都觉得很开心 我之前来的时候也是宣传 这次来 天气特别好 然后发现很多人已经在放假度假了 然后有很多亲子游戏 海边有人说好像可以潜水冲浪 我自己都很喜欢潜水冲浪 然后还可以爬山 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爬山 但之前来好像没看到那么多免税店 这一次很漂亮盖的 我以为是什么新的机场 非常美丽 然后东西很好吃 彭于眼在公园的时间 都节目丰富的 经常见到他在社交平台上 铺一些生活相片 尤其是特别喜欢户外活动 不工作就是玩 不工作就是玩 可以去 现在旅行方便一点 去旅行 学一些新的东西 体验生活 现在就是觉得 多放松多体验生活 是接下来的目标 那未来有什么计划呢 你让大家非常喜欢吗 除了工作以外就是想学一些新的东西 粉丝们都很期待可以见到牛像的新作 彭于眼也感谢粉丝们 想要对于好奇心去发展 做演员也是 透过很多角色 就是要不停地探索